来说说你们见过一只狗最多能生几只狗仔 视频中这满满一大桶的小奶狗 有没有把你们吓一跳 这些小家伙的妈妈太伟大了 狗妈妈叫飞飞 主人说本来当初只是想养几只小孙子 没想到狗女儿太给力了 一下子给她整了十九只小狗出来 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大家庭 这着实把大叔忙坏了 每天费尽心思来伺候这十九只小宝贝的吃喝拉撒 光吃饭一天都能干掉十多斤食物 瞧着一排过去整整齐齐地吃饭 真是像不像在喂猪 呆萌模样把大家逗乐了 每天一道吃饭时间 大叔便敲从提醒干饭 这时躲在角落的小奶狗纷纷蜂拥而至跑出来 看这小短腿跑得多有劲 像不像下课铃声一响 学生百米冲刺笨到饭糖的样子 有的慢吞吞的小奶狗跟不上大部队 大叔还要专门运送他们 生怕迟一步就让哥哥姐姐们干完了 小奶狗太多了 急得不行 至于能不能吃饱 这要看他们造化 狗主人表示道 一下子多出来了十九只小宝贝 狗妈妈都快累垮了 每天忙于给孩子们哺乳 身体都快被他们榨干了 再多的奶水也供不应求 为此大叔每天精心准备丰富的食物 喂母狗和小狗仔 各种各样的鸡肉和骨头汤 吐吐安排上 还要每顿看一包狗粮拌汤水 才够他们吃 看着小家伙们 一个个争先捆后地抢着吃 把碗舔了个精光 大叔也很高兴 别看一个个小奶狗 天然呆萌的乖巧模样 拆起家来可一点都不含糊 妥妥地搞破坏小能手 这不趁一不注意 两只小狗就拖着一张毛毯往外跑 还叫来了同伴一起兴奋私钥 老主人发现后 赶出来抢回了毛毯 其他小伙伴更是精力旺盛地 把四周都翻了个遍 门口的垃圾袋 桌子上的卫生纸 都成了他们的玩具 纸巾拉着四处滚动 小家伙们真的是彻底放飞自我 玩嗨了 就连老主人晒的辣椒干都不放过 好奇尝一尝 这旺盛的精力和导弹能力 真的丝毫不输于家里的熊孩子 这边刚造完 另一边小家伙也开始了 这不趁着主人去弄晚饭 一大群小狗仔兴致勃勃地 围在垃圾桶旁边 翻找食物残渣 就连妈妈也加入了战斗 大叔发现了气坏了 赶紧跑出来 小孩不懂事 咱连当妈的也不让人省心啊 不但没管好孩子 自己还掺和一脚 老主人堆住狗妈妈 看到波及到自己 狗妈妈赶紧带着孩子留之大吉 照顾这一大家子 除了给他吃喝 提防他们拆家 还要每天给他们洗澡 等把十九只小狗 一个一个全身洗了个便 吹干毛发后 这种人类的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为了抚养这十九只小狗仔 大叔还专门给狗妈妈盖了狗舍 到了睡觉时间 他们倒很自觉 领着孩子回自己的家 每天在睡觉前 都会清点一下数量 看有没有漏掉小狗仔 虽然这十几只小家伙 平时调皮爱拆家 但看到他们安静的睡姿 呆蒙模样 愿然跟天使一样 太可爱了 第二天 老主人带着十九只小奶狗 上山玩耍 这浩浩荡荡的队伍 太吸引眼球了 出了家门的小奶狗 彻底放飞刺我 兴奋地跑起来 精力旺盛的他们 屁颠屁颠地跟在老主人身后 他们来到山上采集食物 树上大朵大朵的蘑菇 红艳艳的椰果 都是小狗们最喜欢吃的零食 一口一个吃得可欢乐 小狗仔们跟着老主人满山跑 模样实在太欢乐了 小奶狗自出生以来 还没做过全身检查 这不 暖心主人联系了兽医 来给小可爱们做全身检查 看到这一大窝 萌萌哒的小奶狗 兽医都被惊驾到了 打去说自己还没见过 这么多小狗呢 这狗妈妈也太厉害了 给这19只小奶狗 做完居虫检查 兽医的手都累得抬不起来 检查结果表示 小狗很健康 但是狗妈妈情况 却没那么乐观 由于长期被这窝小狗仔 狂心难睡 身体已经有些营养不良了 受医叮嘱狗主人 要好好给狗妈妈加强营养 主人还贴心给每个小毛孩 都戴上一个小帽子 他说自己会好好养大 这19只小狗仔 不会送人或者卖掉 会一直陪着他们长大的 希望他们都能健健康康 有那么温暖有爱的主人 这个小家伙也太幸福了吧 同样幸运地 遇到好心人的 还有这个狗妈妈 隆隆时期 在不远处的一片杂草堆里 一条脏兮兮的狗狗蹲在那里 仔细看 会发现他的胸口生了洞窗 并且流着浓水 他时不时地起身徘徊 想要靠近人们居住的房屋 那里有他惦记的东西 原来 这条小狗前不久 刚生下一窝小狗仔 好心人怕刚生下的小狗 在这寒天里被冻死 就收留了这窝小狗 原本是要将它们一起收留的 但因为妈妈始终害怕靠近人类 所以没有办法一起带回收留 狗妈妈的心中 惦记着自己的孩子 不管天寒地冻 每次都在周围远远观望 好在有好心人的细心照料 狗宝宝们成长得很好 但最好还是有母乳未养 为了让一家人团聚 也为了狗宝宝的健康 好心人躲起来 好让妈妈放心 狗妈妈确定了四下无人 才能靠近自己可爱的孩子们 就别之后 狗宝宝终于见到了妈妈 簇拥着跑进妈妈的怀里 看着小狗吃饱喝足后 狗妈妈还是警惕地离开了 后来狗妈妈每天都定时来喂奶 喂完以后就离开 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大家都以为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让小狗健康长大 但没过多久 大家发现其中的一条小狗发烧 医生怀疑 是狗妈妈胸口洞窗的细菌 让小狗生了病 无奈之下 只好设下圈套准备抓住狗妈治疗 狗妈妈依旧来看自己的孩子 虽然发现了人们设下的圈套 但他还是坚定地选择进去照看孩子 铁门关上的时候 狗妈妈没有挣扎 依然温柔安静地 继续给小狗喂奶 好心人带狗妈妈到了医院 看了医生 治好了他胸口的洞窗 清洗干净以后的狗妈妈 也变得精神了不少 最后好心人还为他们一家 准备了宽敞明亮又温暖的新家 接下来 妈妈也终于能陪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了 他们再也不用过着 体心吊胆的流浪日子了 生命可贵 如果遇到了这样处境艰难的狗狗 也希望你可以出一份力 守护每一个生命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温暖还在延续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 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 我们明天再见吧